我和柳如烟结婚五年一直相近如宾 我爱他 呵护他 最后连公司的股份都拱手奉上 却在第二天就出了车祸 临死前的一瞬间 我听见他对一个陌生的电子音说 男主已经这么惨了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永久的女主光环了 我什么时候能和陪哥哥在一起 在睁眼 我回到了一开始 被带着和他的陪哥哥一起去检查生育能力的当天 耳边传来了美妙的系统提示音 丁 您的发疯系统已上线 我睁开眼睛 听见了耳边熟悉的声音之后瞬间清醒了过来 一声 这两个人过来查一下生育能力 那个墙我就和那个结婚 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我看着身边那个穿着一身大牌 看上去格外金贵的女人时 我眼神之中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恨意 前世就是这个人让我家破人亡 给我戴了一顶巨大无比的绿帽子 让我给那个野男人养了四年的孩子 结果在我葬礼上 那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就甜甜地喊那个没养过他一天的狗东西爸爸了 想到这里 我看向身边的男人时眼神带了几分杀气 盯 检测到宿主恨意之爆表 成功激活发疯系统 通过发疯可以兑换金钱 运气 外貌等 我们的口号是 想成功 先发疯 不顾一切向前冲 声音是那种十分冷淡的女生 听起来有点耳熟 但是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了 就在我因为系统愣神的这几秒钟的时间 裴心被我盯得几倍发凉 原本带了几分俊秀的眉眼顿时阴沉了下来 憋了一会放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屁 顾成 你看什么呢 是不是怕一会输给我啊 你可千万别怂啊 我回过神 听见这话顿时发出尖叫 疯狂的开始撕折他的头发 扯他的衣服裤子 阴暗的扭曲如洞爬行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 是不是嫉妒我 嫉妒我比你大 比你强 是不是 你怎么这么恶毒 你这个尖酸刻薄没皮没脸 头发短见识短 垃圾废物抠嗽难 你也配这么说我 趁他被我撕扯的连连后退之际 我反手就是一巴掌 扇在了他的脸上 这一巴掌是让你在我面前安静点 你那张嘴就好像粪坑里面的蛤蟆 每一声瓜都带着你平级的词汇 和萎缩的小脑 你的脑子里面每天都只有这些事情吗 你就不能思考一些高尚的东西 比如怎么才能从我的眼前消失 你这个狗东西 身边的柳如烟还想过来拉架 显然是没有料到之前情绪稳定的 我怎么一瞬间就开始发疯了 但是无所谓 我现在主打的就是一个无差别攻击 于是我反手就是两个耳光 落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你过来干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我未婚妻 要不是看在你当时救了我爸妈的面子上 你以为今天这种事情我会过来吗 现在你要护着这个男小三 你要不要脸啊 你要是在护着他 你就和他一起滚蛋听见了没 我养着你这么多年 真是让你分不清大小王了 滚蛋 兵 发疯直加30 获得奖励30万元 兵 发疯直加29 获得奖励29万元 我听见耳边传来的提示 心情顿时好转 将手里的衣领和裤腰带松开 潇洒地甩了一下头发 笑着对已经吓傻 并且打算报警的医生解释 不好意思 第一次看见男小三有点紧张 让医生见笑了 您继续就可以 见我平静下来 医生暂时挤出一个微笑 看着被我丢在地上完全猛逼的两人解释 很快就可以出结果了 可以出去稍微等一会 好的医生 我拎着裴欣的一只脚 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之中走了出去 裴欣在我的手里反抗不得 在地上疯狂的扑腾 叫骂的那几句话 就好像地能儿一样 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句了 但是我能够理解的 毕竟她的水平也就只有这种程度了 而且她这么多年属于训练 脆弱的像个瓷娃娃一样 自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柳如烟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一脸小媳妇模样的跟在我后面 同时我能清楚的听见 她正在疯狂的呼喊着自己的系统 系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从刚才开始 固成了好感度就突然掉到零了 你的系统是不是初爆了 我都已经抢走了女主的光环了 她怎么可能不爱我 还打我 我听见这句话之后眼神一变 系统 在吗 宿主您说 我为什么能听见柳如烟和系统的对话 是这样的 我的等级比她高 而且她只是一个劣质的 应该被销毁的产品 我绑定您的原因 也是想要把这个世界原本的剧情 拉倒正轨上 顺便把那个系统消灭掉 那我上一世家破人亡 都是那个系统搞得贵了 是的没错 这个系统的功能是能够让西居绑定之人的气韵 转移到宿主的身上 她一开始绑定的是这个世界的女主 在女主已经彻底没用了之后 她将目光放到了您的身上 这才导致了您最后的死亡结局 而原本您的结局应该是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 还会有一个和您并肩战斗的非常强大的妻子 一个天才宝宝的 但是最后您的光环和您孩子的光环 最后堕落在了裴星和那个孩子的身上 您越惨 她获得的主角能量就越多 就可以兑换各种东西 但是如果您发疯 不内耗 多审判别人的话 她的能量很快就会消耗殆尽的 原来如此 我上辈子所有的不幸 居然全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女人 绑定了这个该死的系统 于是我转过头 对着柳如烟就是一巴掌 柳如烟这边还在和自己的系统纠缠 完全没防备的被我一巴掌扇倒在地 顿时怒火中烧 但是她心理素质还是强大 顿时泪眼萌萌的 用一种破碎的眼神谴责地看着我 阿诚 你这是怎么了 你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上去就是一拳 随后又对着他们两个吐口水 发出尖锐的暴鸣声 怒吼 大口喘气 疯狂地撕扯她的头发 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是被你们两个人逼的 都去死 大家一起死吧 都别火 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有多痛 打在你身 爽在我心 痛在我身 你根本不懂我为了你都能干出来什么事情 我诡异的精神状态终于让柳如烟害怕了 她着急地走上来 用自己的系统兑换了一种能够让人精神平静的香薰 然后站过来死死地抱住了我 呜呜呜 阿诚你不要这样 我害怕 达到了消耗能量目的的 我在系统提示金钱到账的声音中顺势安静了下来 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休息 柳如烟看着呲牙咧嘴的裴心很是心疼 但是现在她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过去关心她 所以两个人只好含情默默地眉目传情 我阴森森地冷笑了一声 柳如烟顿时一个哆嗦 坐在了我的身边 我趁这个时候看了一下自己的余额 发现短短五分钟的发疯 就让自己的账户里面多一百四十多万 这很好 于是我开始思考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才能避免之前的悲剧发生 系统 你怎么样才能解决到那个系统 柳如烟自愿放弃 和那个系统解除绑定或者死亡 那我 各种阴暗的想法在我的脑子里面过了一遍 但是最后还是被我止住了 我打算先靠着发疯 把这段时间被柳如烟掏空的公司项目款补上再说 柳如烟一开始接近我 是靠着在我父母出车祸的时候 把俩人从马上爆炸的汽车里面抓了出来 于是一步登堂入室 直接入主家里 而我更是 如同被吓了将头一样非他不娶 不管是说我们并不相配都不好使 就连发生今天这件事情之后 父母都觉得柳如烟有点过分的时候 我也坚定地站在了柳如烟的身边 于是在他提出要在自己的公司里面任职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同意了 那个时候的父亲虽然不是很赞同 但是看在我坚持的份上同意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人居然靠着系统和自己女主光环 以及做什么都不会被发现的技能 转移了公司的好几个重要项目的资金 最后 我不得不靠着低价抛售股权 才勉强度过了这次的危机 紧接着就是一点点的蚕食掉我手上的股份 彻底把我架空 等我真的没用的那天一脚踹掉 现在的进度是 他转移了差不多五千万 给他的赔哥哥公司做启动资金 这点还不够让他绝望 还得接着把他的胃口养大才行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和上辈子一样 我赢了 裴欣的脸色铁青 但是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几分对我的比一 于是在他说出 算你走运 咱们走着瞧的时候 我哈哈哈哈的大笑出声 然后一把夺过他的检查报告 开始录像 发布网络 哭诉自己被未婚妻带到医院做检查 一气呵成 这回发出尖锐报名声的人变成了柳如烟 顾成 你在做什么 你是要毁了我吗 我无辜的看向他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不是实话实说吗 你不是我未婚妻吗 咱们两个都订婚了 你记得吗 你是不是脑子被僵尸吃掉了 忘了这件事情了 周围已经围了很多人了 听见我说的这话顿时发出了疑问 或 玩得好花啊 此时的裴欣脸已长成了猪肝色 他没想到之前说好的只是过来演一场戏 刺激一下故城就可以了 怎么就演变成了现在自己被殴打 哲如 现在不带女友没了 甚至连男人的尊严都没有了的程度 但是现在事已至此 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能强撑着最后一点微不可查的尊严说道 今天这里的事情结束了 咱们就不要再联系了 你已经有了未婚夫 我这边也有喜欢的人了 他抿了抿唇 打定主意 想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到柳如烟的身上 于是接下来说的话就更加的流畅了 你今后好自为之吧 我以后不会再帮你了 说完 裴欣就灰溜溜的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他一走 所有人的目光就全都落到了 已经目光呆滞的柳如烟的身上 就连准备开始发疯的我 都被刚才裴欣臭不要脸的话惊呆了 柳如烟看着我阴沉的脸色眼中含泪 他的脸皮和心理素质简直让我叹为观止 他显然很清楚 现在现在能够让我原谅他 别的事情都没什么要紧的 毕竟他能够通过各种渠道 让这群人完全忘记这回事 但是我看着他眼含热烈的一幕就觉得烦躁 一脚就踢翻了旁边的垃圾桶 然后全都踢到了柳如烟的身上 各种腥臭的液体落了他一身 顿时柳如烟发出了刺耳的尖叫 但是我叫得比他还厉害 哭哭哭 你就知道哭 你哭什么 给谁哭丧呢 我还没死呢 你还想怎么样 然后拽着他的领子 一路嫌弃的拎到了地下车库 就在他哭哭啼啼的准备上车的时候 我反手就是一脚 他痛苦万分的倒在了地上 阿诚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今天还不够丢人的吗 我嫌弃的捂住鼻子 你身上好臭 鬼远点 我买的新车你不要给我弄脏了 自己走着回去吧 随后不管他眼神里面的怨恨上车 就扬长而去 原本从医院回来之后 就应该回家商量我们两个订婚的事情了 但是经过今天我这么一闹 柳如烟出去了好几天才回来 之前我在医院发疯的事情 已经被很多人围观 并且录像发到了网上 顿时掀起热议 短短一天时间 我和柳如烟的身份就被扒了个精光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柳如烟短短23年的人生 好像从15岁的时候 就如同开了外挂一样顺风顺水 15岁之前 他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但是从15岁之后 先是成绩突飞猛进的提高 考了状元 在整个大学里面混得是风生水起 成了笑话 最后大学刚一毕业就救了我父母 顺理成章的进入了我们家公司打工 从一个孤儿一跃成为大集团总裁助理的柳如烟 可以说是不管谁看了都得说一句励志 但是关键就在于所有的时间点都太巧合了 巧合的就好像是上天专门给他 弄了一个情景剧一样 全世界都在围着他转 这种不适的感觉让我醋眉 似乎类似的事情 在最近的我身上也有体现 看着手下收集的更加详细的资料 这种感觉就更深刻了 这种能够轻而易举改变世界的事情 真的是一个小小的系统能够办到的事情吗 这种能力你有吗 这次系统的回答并没有有十分迅速 而是停顿了几分钟 就在我失去耐心的时候才说 这种事情暂时不是宿主能够接触到的 宿主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那个异端消灭掉 不然你的结局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去死 突如其爱的警告让我浑身一僵 于是我点了点头 最近这几天 靠着这我刷了将近五千万出来稳定公司 二来也能让柳如烟天天为了应付 我不断的对话安神香 就为了能让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好叫 三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合适的消遣啊 忽如一夜春风来 睡NNB起来嗨 裴心那边我也派了人过去盯着 但是他的草包程度实在是 没几天的功夫 他新建的公司里面就几乎都是我的人了 每天事无巨细的想我汇报 就连最近他们公司的单子都是我提供的 裴心和柳如烟显然不知道这点 还喜滋滋的做着有朝一日能够拳打企鹅 脚踢猪场的美梦呢 不过这也不是对我没什么帮助的 毕竟他们在我死了之后可是真的成功登顶了 于是在悄眯眯的听了几天裴心和柳如烟的计划之后 我抢先一步抓住了互联网的风口 截户了他们全部的人脉和资源 这里这个大佬有心脏病了 我去救 那边某大厂老板女儿被抢劫了 我去救 就在我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柳如烟和他的裴哥哥做了几天美梦之后 最近你柳如烟拎着一壶从外面买的汤 装进了自己的保温盒里就给我送过来了 看见我没有想吃的意思 十分尴尬的站在原地 灭入着嘴唇 我怎么了 我头也不抬的反问 咱们公司什么时候开始走互联网的路线了 你最近拿下了不少生意吧 他试探着开口 但是我一下就听出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这不就是过来问我为什么要抢裴心的生意了 我哈了一声 脱了西服外套 然后把门锁好 窗帘也拉上 最近这几天我连夜加过的隔音棉终于排上了用场 柳如烟看着我的动作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一步 但是我不给他这个机会 我直接趴在地上阴暗的爬行扭曲 发出尖锐的嚎叫 鬼哭狼嚎 走来走去 原地倒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自己的公司 什么时候成咱们的了 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你那个男小三打包不平的吗 我都没有在乎你们两个最近新开了一家公司 也没关你们天天晚上不知道在哪里干什么卧出的事情 我这么爱你 你居然过来问我 我的公司最近在我的领导下为我赚钱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让老子变得更有钱 你这个蠢货 我一口气骂完之后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很多 耳边传来的50万元到账的提示音 更是让我浑身都舒爽了不少 柳如烟现在因为我不内耗反而开始发疯之后 剩下的能量甚至都不够让他再购买一次安神香了 于是他只能像是一个柔弱的图丝花一样 依附在我的身上 眼泪要落不落的 我死死地盯着他这张 脸 眼神中却突然闪过了另一个人 那是15岁之前的柳如烟 他那个时候说不上难看 但是也只是正常水准 完全不是现在这种楚楚可怜娇艳欲滴的类型 他每天变化一点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只要把两个时期之间的照片放在一起 不管是谁都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人 宿主大人怀疑的没有错 他这张脸也是偷的别人的 他看不上原本女主那种冷年的长相 于是设计毁了一个女孩子的脸 之后把她的脸1比1复制到了自己的脸上 系统这个时候跳了出来 所以宿主对于这种人 您完全没有必要产生什么负罪感 赶紧解决掉他 所有人都在等你恢复正常呢 虽然觉得这句话哪里不对劲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确实是如他所言这样 一想到上一世 我居然是为了这样的人多看我一眼 每个月在他身上疯狂砸钱 还一手包揽了包括裴心在内的所有花笑 我就觉得晦气 爸妈到后来已经非常不赞同了 没想到自己一向精明能干的儿子 居然在遇见了柳如烟之后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恋爱脑 同时十分后悔自己把他回家里来的举动 但是还没等他们找我聊聊 柳如烟就直接干脆利落地找人 设计了一场意外 让我的父母双双与命 更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他光明正大的出轨 就是为了让已经濒临崩溃的我更加崩溃 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完全被他驯化 我的一切情感都来自于他 没想到我所经历的每一份苦难 都会变成一种能量 能够让他变美 能够让他干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的痛苦 帮助了他节节高深 更是帮了他那个所谓的情人 变成了全国首富 心中的不甘和怨恨让我轻轻直跳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忍住没有直接捏死眼前的人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之后 也懒得再和他虚伪 也直接转身离开了 于是我也就忽略了他眼中 一闪而过的怨恨 不过就算没看到 我对他现在的心情也了解一二 因为最近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回家之后和系统的交流越来越急促 他眼中的焦虑已经难以掩饰了 我知道 他剩下的能量 已经不能让他的美貌撑过今年了 因为这幅皮囊不属于他 要是想要一直用这张皮生活下去 就需要用我的痛苦来供养 但是现在我不痛苦了 我每天都发疯 他为了让我不发疯 只能每天对话安神香 让我安静下来 这样一来 他的能量不增反减 他的状态也一天比一天的差了下去 就在我似乎不经意之间说 你是不是胖了 我感觉你脸上都长皱纹了 你头发是不是也没有之前多了 他的神经就彻底崩溃了 他急不可耐地找系统商量对策 我从他的口中得知 他似乎是想干点儿什么 但是由于他跟系统之间的对话 过于隐蔽 就算我完全听到了 也只是知道他打算 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对我不利 于是为了让他 尽快实现自己的想法 我选择给他创造一个完美的机会 来问中桌憋 毕竟只有引他入局 我才能有所防备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我的生日到了 原本我是不打算办生日宴的 毕竟这样的场合 还要我应酬 我不如选择发疯 但是今年不一样 为了柳如烟我可以忍耐 我邀请了一些好朋友 和亲戚来了我家 还特意亲了肠 就是怕柳如烟到时候耸了 不敢害我 我这边一切准备就绪 柳如烟那边也正式开始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柳如烟的计划居然是给我下药 然后爬上了我的床 当我装晕 然后被柳如烟太上床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尖叫 但是我忍住了 我看着他费劲地开始脱我的衣服 然后摆了几个姿势 就开始和我拍照 姿势十分不雅 于是我选择了阴暗的蠕动 毕竟我现在是喝多了 除了不行 其他干什么都应该行的状态 我开始在床上疯狂地蠕动 尖叫 扭曲 阴暗地爬行 裹紧被子咒骂柳如烟 用窗帘绳把柳如烟捆起来 空调开到16度 然后阴暗地蠕动着离开了 等我这边喝了醒酒汤 缓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 我终于大发慈悲 啊不对 是充满关爱地问起了柳如烟的行踪 于是我们就能在一个 犹如冷酷的房间里面 看见一个被冻的瑟瑟发抖 嘴唇都死了的柳如烟 他们不理解柳如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他们表示尊重 送已经开始发烧的柳如烟到了医院之后 我彻底松了口气 这关算是过去了 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还是齐差一步 柳如烟居然在风平闹静了一个月之后的晚上 在餐桌上吐了 于是在他还没来得及宣布自己怀孕的消息时 我非常及时地也遇了一下 直接打断了饭桌上诡异的气氛 我看见柳如烟的脸多绿了 但是还是要保持微笑 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要发疯 我狂入 吐不出来东西我就吐口水 喝一口水 吐一口口水 主打的就是一个自产自销 要不是觉得我的父母年纪大了 应该是承受不住我当中拉屎 我现在非要在柳如烟的脸上来一次不可 毕竟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 能够当着自己一次床都没上过的老公 和他的家人的面上说自己怀孕的事情的 他不会真的觉得我喝多了就是喝死了吧 他真的觉得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当时都已经拒绝的这么明显了 他怎么还是死心不改呢 但是我的发疯并没有让柳如烟放弃 宣布这个重大消息的决心 在我终于安静下来之后 他笑盈盈地拉起我的手放到了他的小腹上 我也跟着疑惑地问了一句 怎么了 让我感受一下你胖了吗 不出预料 柳如烟的脸顿时扭曲了一下 但是很快就调整好了表情 接着说 你看你 就知道打拒我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和孩子一样 随后十分羞涩地和我说道 我怀孕了 已经一个月了 我特意找的医生问了一下 应该是个男孩 随后十分甜蜜期待地看着我 我讹了一声 随后想了一下 他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回复 于是我回握住了他的手 十分夸张深情地说 哦 我美丽的如烟 我们是要有自己的孩子了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真的吗 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吗 这个生命的奇迹是怎么单细胞繁殖 我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怀孕的呢 难不成是你之前发烧的那天 但是我喝多了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十分懊恼地打了柳如烟一巴掌 然后慌张地道歉 我的老天爷 你看看我紧张的 连自己的脸和你的脸都分不清了 请原谅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草原爸爸吧 你不会记恨我的对吧 如烟 柳如烟现在的脸色已经僵硬的不能再僵硬了 但是为了维护表面上的和谐 他还是坚强地撤出了一抹笑脸 说道 当然 你是我孩子的爸爸 是我未来的丈夫 我当然会原谅你的 我阴阳怪气了一通之后 舒爽地回了屋 借口怀孕了就不能睡一个屋子的原则 我把柳如烟成功地从家里面挪到了另外一个别墅里面 每天安排一个小师公过去给他做饭和打扫 他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 但是同样的 他也开始了运气焦虑 没有了我在旁边安抚 没有了蓝炎之己在旁边安慰 他这次的运气反应十分强烈 但是因为我找的小师公都是固定的时间段去的 整个屋子里就不可不免地在没有人收拾的时候散发着一种恶臭 这让他的心灵遭受了非常重大的伤害 不过我爽了就好 根本不管他的死活 毕竟现在他的哪位蓝炎之己也是着急的不行 虽然他在公司的事情上非常的草包 但是在偷情的事情上可以说是非常有一手了 翻墙爬窗是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我是个善良的人 我怎么会人心让人家亲生父子相离太久呢 于是我彻底的开始狙击他的公司 没几个月的功夫 他就支撑不住彻底破产了 而就在他彻底破产的时候 我在柳如烟的别墅里面听见了来自他的系统的提示音 宿主绑定尾男主气运全部消失 请重新选择男主绑定 警告 由于伪男主气运彻底消失 您之前所有投资将会全部消失 警告 请尽快选择新的男主绑定 否则将会以每天十点虐心值的减少速度 扣除您剩余的虐心值 不够时将会扣除您身上随机某种属性 柳如烟原本正舒舒服服地窝在沙发里看电视 听到这个消息瞬间谈了起来 我看向他 故意问道 怎么了 柳如烟有点心虚 摇了摇头说道没事 然后十分紧张地开始看我在他那边的好感度 当得知我的好感度还是80的时候 他松了一口气 毕竟虽然我最近的行为有点奇怪 但是系统那边的好感觉还是实打实的 不过自己的陪哥哥这么快就被我狙击到破产 这种速度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与此同时也开始不由地埋怨了几句 曾经的白月光在没了利用价值之后 瞬间变成了范米丽 这就是这个没有良心 满脑子都是自私的女人 我听着他在心中的吐槽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同时也觉得他这个系统有哪里怪怪的地方 毕竟这个系统能够通过虐我 让他获得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就非要让他绑定一个男人呢 让他变成独立大女主岂不是更好 还没等我想明白到底是为什么的时候 他已经确定了下一个目标 他把目标放在了和我关系最好的徐家大少爷的身上 徐家和我们家旗鼓相当 但是比我们家稍微逊色一筹 他和其他公子哥相比的唯一的优点 就是和我穿开当铺的时候就认识 属于是铁哥们 这样到最后我发现背叛我的人 居然是我的好哥们的时候 我一定会伤心 这样我的内心值就一定会很高 估计柳如烟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他还是要失望了 毕竟在我得到他已经绑定了徐家大少爷的时候 我就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 连夜买了一个庄园 用私人飞机把他送到了另外半个地球的特里斯坦去了 然后带走了飞机 留了一点物资和一张无上线的黑卡 正好这小子这辈子的梦想就是打算环球旅行 我这也算是助人为乐了 我想到这里就开心的笑了起来 身边的柳如烟已经凑过来 开始向我打听有关于他的事情了 于是当我说出他已经出去特里斯坦环球旅行的时候 柳如烟绷不住了 他十分僵硬地看着我 重复了一遍我刚才说的话 然后直接昏了过去 昏倒前的几秒钟还看了我一眼 发现我没有辅助他的想法的时候 第一时间向前打了个滚 死死地砸在了自己的肚子上 然后毫不意外地他流产了 其实这种事情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过来 他之前怀孕就是为了刺激我 赚取我的虐心值 另外是为了能够继承我孩子的主角光环 但是现在裴心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这个孩子也没什么用处了 而他绑定的下一个目标出去环球旅行了 我的男主光环他这辈子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于是打算借着流产这样的事情来看我是否还在乎他 如果赌赢了 他没准能从我身上再捞一笔好处 但是没有想到我现在已经完全不在乎他 昏倒前的几秒钟还能冲他微微一笑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我眼神玩味地看着他 他似乎从我的眼神里面读到了什么 但是他还是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的孩子没了 你现在居然还能笑得出来吗 你无情 你冷血 我震惊地看着他 你是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你哪个野男人的肿磨吗 空口白牙就能污蔑成我的孩子了 你怕不是自己是个傻子 以为我也是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裴欣的那点儿破事 我之前不想管你 完全是因为没有摸清楚你身上的戏 捅到底是个什么结构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爱你吧 不是吧大姐 你来真的 他和我玩心眼 结果想让我和他搞纯爱 他有病吧 柳如烟顿顿时呜呜呜呜哭了起来 我听着有点儿心烦 顿时发出了一声尖锐的暴鸣声 然后他被我吓得不敢再置身了 我尽量缓和了语气和他说 你不如现在看看你那个小破系统 我对你的好感度到底有多少 柳如烟一言照做了 结果不出预料地看见了我已经跌到负数的好感度 然后他开始发出了各种意义不明的嚎叫 他身上的系统也不停地传来警报声 警告男主好感度已经跌破负数 警告虐心直清零 警告您身上的美貌已清零 警告您身上的智商已清零 警告您身上的体能已清零 警告您身上的各种技能已清零 警告系统即将脱离宿主本体 警告系统即将脱离宿主 系统无法脱离 警告 警告 我冲着已经完全痴呆的柳如烟刺压一笑 看着自己身上的系统已经进入了柳如烟的身体 并且对面传来的系统即将完成吞噬 即将脱离一端的波爆声 此刻柳如烟已经被我安排的精神病医院的医生捆绑起来 我对他微笑道 你就在这里为你的上辈子赎罪吧 全文完结 谢谢观听